其侧一 苏秦为赵和纵睡其宣王 苏秦为赵和纵睡其宣王曰 其南有泰山 东有狼牙 西有青河 北有渤海 此所谓四塞之国也 其地方二千里 代甲数十万 素如秋山 齐居之粮五家之兵 既如锥使 战如雷电 解如风雨 既有军意 未尝被泰山 绝清河 涉渤海也 林姿之中七万户 臣妾肚之 下户三男子 三七二十一万 不带发于远线 而林姿之族 故以二十一万矣 林姿胜负而食 其民无不吹鱼 古色 鸡柱 鸡柱 弹琴 斗鸡 走犬 六伯 踏鸡者 林姿之徒 鸡骨鸡 人间魔 连刃成为 举魅成目 灰汗成羽 家敦而赴 志高而扬 福以大王之贤 与其之强 天下不能挡 今乃西面是秦 却为大王 修之 且服秦位之 所以为秦者 以与秦皆戒也 兵出而相当 不至时日而战胜 存亡之积决已 韩为战而胜秦 则兵半折 四敬不守 战而不胜 以王随其后 事故 韩魏之所以 众与秦战 而轻为之臣也 今秦 攻其 则不然 被韩魏之地 过未扬尽之道 净抗腹之险 居不得方鬼 马不得并行 百人首险 千人不能过也 秦虽欲深入 则狼固 恐韩魏之意 其后也 事故 动仪须贺 高阅而不赶尽 则秦不能害其 亦以明以 福不深料秦之 不奈 我何也 而欲西面 是秦 是群臣之 既过也 今无臣 是秦之名 而有强国之实 臣 顾愿大王之 少留记 齐王曰 寡人不敏 金主军 以赵王之教 赵之 敬奉 赦祭 以从 赵哥 地区